年曆 當然有兩個方法 這個是舊版的 這個是新版的 就是這個公式 就是用if 然後判斷兩個月 兩天 哪一天 A2就是上面那個 那個儲存格 跟那個儲存格加了一天之後的月份是不是一樣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那如果一樣的話 那就是A2加1 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就是 給 沒有東西 就是不輸出 結果OK 那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首先的話 剛剛做的東西 Ctrl-Shift向右向下 把它Delete掉 重來 接下來的話 插入一個邏輯判斷if 如果什麼呢 如果多急 如果什麼 這個儲存格 他的月份 月份就外面 外面包一個月份 month 所以這邊的話 month 括弧起來 他的月份 目前 跟他這個month 加了一天之後 看一步一樣 所以呢 如果不等於的話 不等於打成這樣 如果等於的話 是打這樣 其實 兩個邏輯都可以啦 只是說 True跟Force 顛倒一下就好 我用雲端上 如果不等於什麼呢 這個 A2 這一天 把它加了一天之後 兩個 一不一樣 OK 如果不一樣的話 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就是沒有東西 反之的話呢 那是什麼 那就是A2加1 就跟剛剛一樣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有沒有 就是 現在 其實意思是說 A2這個儲存格 他的月份 1月 跟他加了一天之後 一不一樣 當然這個地方是一定一樣啦 如果是2月的話 只有 228那一天 跟3月1號的話 那就加1天變3月1號 兩個就不等 不等的話就空的 OK 應該可以懂 這裡特別重要 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你這個 不要寫成不等於的話 你寫成等於的話 那你只要把這個跟這個 顛倒就好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時候只是說習慣的 怎麼樣去敘述這個邏輯 你不要 可以理解 OK 我的 習慣是 如果 他加了一天之後 不相等 那我主要是把他清除掉 OK 反之的話 就是把 A2加 按確定 因為目前兩個 他跟他加一天是一樣的 所以他出來結果應該OK 向下填滿 1月份應該都沒有問題 因為1月份都一樣 會有問題的應該是2月份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這個儲存格 3月1號 是確定不見了 但是 衍生出來的錯誤 就是什麼 這兩個 這兩個為什麼錯呢 一定是錯誤訊息 Value是值的錯誤 他為什麼會顯示出值的錯誤呢 他可以理解吧 這個儲存格裡面 他的功是什麼 為什麼值錯誤呢 他這邊值什麼 B30 這個 外面包一個麥斯 意思說 你幫我查查看 這個儲存格裡面是哪個月份啊 裡面有沒有東西 裡面是空的啊 所以他一定跟你講說 你應該要給我資料 可是你卻為什麼沒有給我資料的意思啊 所以 你給我錯誤的資料了吧 意思是這樣子 OK 那怎麼辦呢 這就麻煩 這就有點麻煩 那怎麼辦 你想不出來 delice 嗎 當然不是 怎麼辦呢 我如果希望 如果他產生錯誤訊息的話 不要讓他出現 這個時候的話 一樣 請你把這個公式再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插入個函數用什麼 邏輯裡面有一個叫ifl 這個ifl 專門就過濾什麼 如果說 你的儲存格裡面會出現 僅開頭的錯誤 不管什麼錯誤 像僅value 僅na 僅ref 一堆的有沒有 你們常常出現 僅開頭的 那你都不希望他出現的話 建議你一定要把這個函數學會 因為他很簡單 如果你要顧慮掉 做法非常簡單 一 請你把剛剛的公式剪下 不包含等號 二 到ifl裡面呢 把剛剛的 剛剛的公式貼到value 讓他做什麼 讓他做判斷 有沒有僅value 或者僅開頭的 那 後面有一個 參數是value ifl ifl l就是有僅開頭的 那你要做什麼處理呢 把它刪除掉 刪除的話是 什麼 應該輸入什麼 刪除掉 刪除那個字 很簡單嘛 清除 清除有vba 清除什麼 兩個雙以後 對 就這樣子 兩邊其實有些觀念是雷同的 意思說 如果有僅開頭的 那就幫我刪掉 有沒有 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所以以後呢 你只要 因為我看到很多同學的 四串表裡面 常常都出現那個初 但他都不理 為什麼 我覺得看的很痛苦 你就用ifl把它過濾掉比較好的 這樣看起來不會那麼 看起來就不會讓人家覺得 很 感覺 很煩躁 因為看到那個頸 我都覺得好像有錯誤吧 往下 看一下 往右看一下 過濾掉 所以你可以把ifl當成什麼 有點像錯誤過濾器 ifl 錯誤的過濾函數 OK 然後向右的話 這樣的話 放開 一整年的 年曆 就大功告成 而且 如果你把這個2025把它改成2020的話 你會發現 輸入會怎麼樣 全部也改了 為什麼 因為 他 後面這 1到12月 有沒有 都是跟他連動的 所以他動了後面跟著動 那他動了下面跟著全部動 有沒有 所以 其實這個年曆是 會 全部跟著動 不是說 你假如改一個其他都要改了 不用 那接下來 第二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希望禮拜六 跟禮拜天 他的字的顏色跟底色不一樣的話 比如說禮拜六 給他改一下 或者你改個底色 比如說底色的話給他一個 淺綠色 然後呢 字的顏色也只是深綠色 這個 對比 就同一個色 然後呢 禮拜天的話就是 底色是黃的 然後 字的話變紅的 這樣子 那可是問題 如果上一個顏色的話 其他要跟著上色 你總不可能說 用什麼 複製格式嗎 而且要記得點兩下 點兩下才可以怎麼 一直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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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刷 五十一次嘛 有沒有 你第一週 總共五十二週嘛 不對啊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假如說我今天 禮拜六 禮拜天 我希望快速的幫我把顏色變更的話 那我 該怎麼做 其實不外乎有幾個方法啦 要不就是你用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方法一 方法二的話呢 你可以用VBA VBA怎麼做 For i 等於第2列 到32列 然後呢 可以用另外方法 藍的話用J For J 等於 不能用ABCD 用數字1到12 然後把裡面每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抓過來 判斷一下它是不是禮拜六 如果是禮拜六把它的字 的顏色 跟底色變更一下就好 誒 程式該如何轉型 試一下 待會請各位 先把這邊完成 我把那個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if air 裡面 先用那個 if先判斷 然後再用if air過濾 畫面先還給各位